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发文告指出 这21起新增病例当中包括2起境外输入和19起本土感染病例 另外 今天一共有76个人康复出院 累计康复人数达到8146个人 是总病例的95.2% 目前 我国一共有286起活跃病例 其中三名病患在加护病房接受治疗 没有人需要呼吸器 雪兰儿苏邦在野市议会已经批准区内36个早市和夜市恢复营业 不过在浦种博迈广场早市和四里肯邦安第十区的早市 目前还是无法恢复营业 书邦在野市议会发文告指出 区内的露天巴沙和夜市 已经获准在6月15号到7月6号期间分阶段恢复营业 其中 获准营业的早市共有14个 夜市则有22个 根据规定 到访的民众务必戴上口罩 否则不得进入巴沙或夜市 每户家庭只能派出两个人进入市集 同时 逛街的时间也限定在30分钟内 另外 市议会也禁止13岁以下的孩童逛市集 禁止外劳助手 以及制定不同的出入口等等 文告指出 早市的营业时间规定在清晨6点到上午11点 而夜市则从下午4点直到晚上10点 同时 受市议会管辖的早夜市 务必在档口和档口之间维持8尺社交距离 每个小贩只允许摆设一个档口 另外 市议会也鼓励小贩采用无现金交易系统 及提供外带服务 凡是没有更新2020年营业执照的早夜市小贩 则不准恢复营业 国防部高级部长Dartre Isma Sabri指出 从6月10号到18号 一共有6719名回国的大马公民 已经接受新冠肺炎检测 当中有22人的结果呈阳性 因此被安排入院接受治疗 另外 还有一个人还在等待检测结果 其余的则是获准回家自我隔离14天 Isma Sabri放告指出 除了6月10号到18号的6719名国人之外 在这个月19号 也有281名国人分别从新加坡 中国 文莱 巴基斯坦等国家和地区回国 其中 有三个人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其他的人则是居家隔离 Isma Sabri也说 截至目前 国内共有2173个工地 有遵守标准罪程序 419个工地违反标准罪程序 而截破大马建筑工业发展局发出的警告 另外 有19个工地因为没有遵守标准罪程序 导致被勒令停工 此外 为了打击边界的犯罪活动 Isma Sabri指出 军警会继续坚守边界 加强边界的防守工作 Isma Sabri还说 从3月30号开始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在全国已经展开了8703次的消毒行动 有关国内大专院校复刻的事宜 高教总监达西·穆斯塔法·伊萨指出 目前高教部还在计划的阶段 为了需要保持社交距离 目前可能推行轮流上课的制度 换言之 每一次只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可以面对面上课 其余的学生需要在线上课 穆斯塔法指出 或许只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可以面对面上课 其余三分之二的学生则需要线上学习 他解释 这是因为需要保持社交距离 不过有关的措施会以轮流兑换上课方式的形式进行 另一方面 穆斯塔法说 大马的五所研究型大学成功挤入了QS世界大学排名200强的行列 这证明了我国的高等教育如今已经具备了世界级的水平 除了这五所研究型大学 另外还有九或十所大学的表现同样有进步 而斯力大专的表现同样优越 他指出 在2013年推荐的高等教育策略蓝图 放眼由2015年到2025年 大马能够拥有全球最顶尖的研究型大学 并且成为具备世界级水平的教育枢纽 机场控股有限公司宣布 随着政府放宽国内航班限制 民众已经可以获准从昨天开始 在各个机场航空大楼接机和送机 该公司强调他们是考量各方的因素后而做出的决定 机场控股有限公司发文告指出 他们是在探讨国内各机场实施的新冠肺炎防疫措施之后 做出上市决定 同时放宽登机处和社交距离措施 以让乘客准时完成登机程序 目前实施的安全措施不但不会导致疫情传染 同时保证机场乘客和人员的安全 该公司也和政府部门以及有关的单位合作 保护机场工作人员和乘客的安全 此外 机场的商店经恢复营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中文字幕提供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我们必须从个人卫生着手 勤洗手是办法之一 用肥皂和水清洗双手是最简单的方法 搓揉两个手掌 过后就要把手指之间的污垢洗干净 拇指也不能够被忽略哦 紧接着是洗手背 最后是洗手腕 让我们通过勤洗手的小小步骤 对抗疫情建一份市民的责任 快回来 不少用户会担心 目前国能的电费已经超出自己的负担 而导致电流供应服务受到影响 对此能源与天然资源部长 达特桑苏阿诺宣布 国能已经同意 9月30号之前 不会切断电流供应 以便面对财务困难的用户 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缴付电费 费少过77令吉的家庭 4月到6月可以免付电费 而用电量超过3000瓦时的家庭用户 则可以在这三个月内 获得每个月77令吉的折扣优惠 一共230亿令吉 上苏阿诺指出 这项计划涉及9亿4200万令吉 透过这项援助 从4月1号到9月30号 提供给电费用户折扣 将提高到22亿令吉 他也回应人们对国能职员 没有上门超电表的征浪 他说超电表并不是关键的服务 因此为了配合管制令 国能职员不会上门超电表 他也透露 国能是在听取国家安全理事会的建议之后 在5月15号才恢复超电表的工作 政府今天宣布电费附加援助 全国公共及民事职工总会对此表示 这个援助也反映了 政府一直都有听取人民的心声和建议 全国公共及民事职工总会主席 阿德纳曼表示 职工总会非常欢迎这个措施 这样的方式总比之前以用电钾而给予折扣的方式好 而且更全面 该会对国能表达感谢 因为愿意在不考虑收益的情况下 给人们带来好处 国防部高级部长 昨天宣布 政府决定放宽入境条例 外国专才和公司管理层将获准入境大马 对此移民局总监德德凯洛指出 这项放宽措施将从下个星期三开始落实 凯洛指出 被纳入EP1组别的人 无需事先寻求移民局的批准 因此 他们能够从下个星期三开始 自动获准入境我国 不过 当他们在抵达大马的时候 移民局会先检查他们的专才准证 之后才允许让他们入境 不过 属于EP1组别的人 也需要下载MySatera应用程序 并且接受新冠病毒检测 而计划前往国外深造的本地学省 同样可以从这个月24号开始出国 只要在移民局的会台 办理出境手续的时候 附上相关的信函 不管怎样 为了严加管控国内的新冠肺炎疫情 他指出 移民局会继续监督外籍人士 进入我国的情况 避免出现输落问题 彭亨州珍妮州一席补选 今天提名 国阵巫统候选人将会和另外两名独立人士竞争 形成三角战 为了确保这一次的补选 没有出现任何的贪污成分 反贪委会也特设了两间行动室 以方便民众提供情报和投报 大马反贪委会放告指出 当局为珍妮州一席补选 分别在关单的彭亨反贪委会大楼 以及珍妮第一肯值区的社区发展 即治安委员会办公室 设立特别行动室 其中 彭亨反贪委会大楼的行动室 运作时间将依照正常的办公时间 另一间行动室则是全天候开放 民众如果发现珍妮州一席补选 有出现贪污滥权的行为 可以通过珍妮补选热线 甚至透过电邮的方式做出投报 最后 反贪委会也提醒所有参选的候选人 以及各政党 在竞选期间 不要做出触犯2009年反贪污委员会法令 以及1954年选举最新法令 2012年修正案的行为 通讯及多媒体部长达德塞夫定指出 国防部高级部长将会在下个星期一 针对电影院的标准作业程序做出宣布 另外当局也在着手研究 有关艺术创作的著作权和相关法律 以便艺术工作者的作品能够受到保护 以及他们的权益受到撼退 塞夫定指出 目前当局已经通过会议 掌握整体情况 其中包括1987年版权法定中的研究 他说这些研究主要是为了探讨现有的法令 是否有效保护艺人和艺术工作者的著作权 另外针对电影院恢复营业的事宜 他说国家电影发展机构 电视台和电影院三方 已经针对恢复运作的课题展开讨论 至于有关行业的标准作业程序 国防部高级部长 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宣布 一艘印尼渔船前天被发现非法入境我国海域 并且差点发生意外 最终在大马海事执法机构的救援下 五人成功获救 并且将交由印尼领事馆遣返回去自己的国家 大马海事执法机构 霹雳州主任沙里赛发文告指出 当局是在6月18号早上9点20分接获投报 只一艘印尼渔船非法入境 并且出现在霹雳半岗海域 当巡逻队赶往现场 准备驱逐该船只时 发现船只已经破损进水 并且出现下沉的情况 执法人员随即展开救援行动 将船上的五人救起 而在经过调查后 发现五名非法入境的印尼男子 年龄介于20岁到45岁 而五人的病毒检测结果都呈阴性反应 他透露 目前执法人员还在调查 这批非法入境者的偷渡原因 同时也会进一步调查 船只破损是纯属意外 或是有人蓄意破坏 另外当局也已经联系印尼当局 并且将五人交由印尼领事馆送返该国 四名来自菲律宾的偷渡客 为了躲避执法单位的追捕 在我国纳敏逆藏了将近20年 最终在纳敏地区被警方捕获 四人被捕时身上都没有身份证件 纳敏警区主任妈妈法瑞警监表示 警方在展开取缔行动时 发现所有嫌犯正在河边钓鱼 四名被捕的菲律宾籍男子 年龄介于20到40岁 对此警方将援引1953年或1969年移民局法令 第六条一款西项条文 对这起案件展开调查 四人也被扣留14天以协助调查 他强调当局将会积极展开巡逻和调查行动 以严禁非法外劳入境我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在丹麦的哥本哈根 当地许多舞者聚集在街上自由跳舞 借此庆祝当地放宽限制的情况 并且重获自由 新闻结束前我们透过镜头一起感受他们的喜悦 我是刘振业 感谢您收看这节怀新闻 我们再会 敬请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